各位观众您好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敬请按赞订阅留言分享 并请开启右上角的小铃铛 这样如果有新的节目发布 您便能第一时间收到通知 接下来就请您一起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而股右线正大 彭博交易员对财政部计划相当紧盛 中国股市三大股指14日低开 物指开盘报3241.43点 涨0.74% 生成指开盘报10118 38点涨0.57% 创业版指开盘报2119.39点 涨0.88% 低财经报导 房地产 顺商涨幅靠前 数字货币 跨境支付 商业 航天题材活跃 零售 半导体无人驾驶概念股回调 香港恒生指数低开0.11% 恒生科技指数跌0.71% 安踏体育跌近6% 耀明康德 国药控股跌近4% 小鹏汽车跌超3% 地产股多数高开 美的置业涨超7% 万科企业涨超5% 对此美国彭博社报导称 中国民生随时4日早盘出现波动 互生300指数在上涨1.7% 和下低0.4%之间波动 显示投资者在评估中国财政部 上周末宣布的支持测试的潜在影响 彭博社指数在交易员等待中国财政刺激计划细节之际 这种波动凸显出交易员的谨慎态度 上周 呆指数创下自7月下旬以来最糟糕的一周 北京不顾布林肯警告发动大规模围台军演 时隔近5个月后 解放军东部战区再次在台湾周边展开大规模的围台军演 10月14日 解放军东部战区组织战区陆军 海军空军火箭军等兵力 开展联合力舰船离冲敌24B演习 这是中国军方于近5个月内第二度围台军演 军事施压之余 也搭配经济血迫并行 央视急方化 要让台独四面楚歌 台湾方面则表达强烈谴责 综合名声底线 综合媒体报导 台湾总统赖清德双十国庆演说四天后 中国解放军东部战区14日宣布位于台湾海峡 台湾本岛北南东部地区 展开联合力舰船离24B演习 且并未公布军演结束日期 东部战区新闻发言人李希海军大校表示 此次军演重点演练海空战备警巡要港料预方控 对海对陆打击夺取综合治权的科目 检验战区部队联合奏战实战能力 同时也是对台独翻裂势力谋独行径的强力震设 是捍卫国家主权为国家统一的正当必要行动 此外 中国海警局发言人刘德军也表示 驻动四支中国海警编队在台湾周边海域进行指法巡查 并称此为按照一个中国原则 依法管控台岛的实际行动 中国上一次环台军演是在今年5月23日的联合力舰24 东中于山底线 当时台湾总统赖清德在520就职典礼演说中的内容 引发北京不满抗议 中国军方岁于三天后发动联合力舰24 对此央视表示 赖此央视表示 麦清德既然选择当务实战争引爆者 就要做好四面楚歌直至自取灭亡的准备 央视直批台湾嘴上修处和平 实际是在穷兵独武 练兵备战 两面喊住对话 实际是在营造与大陆对战的氛围 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上派以来 说一套做一套 除了务实台独工作者的旧头衔 现在又多了一个新头衔 务实战争引爆者 央视说 这些年 台独每挑衅一次 大陆方面的反制就推进一步 且力度越来越大 这些反制正当合理 合情合法 表明对台独绝不容忍 绝不姑息 誓言出必行 说到做到 大陆方面恶毒成毒工具相中的工具很多 麦清德既然选择当务实战争引爆者 那就是站在了两岸同胞共同利益和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对立面 就要做好四面楚歌直至自取灭亡的准备 香港经济日报报导 解放军14日展开围台演习联合力舰传递传递负币规模超前 还出动了万吨级舰艇 据预冤谭天川 14日凌晨5点 东部战区宣布组织开展联合力舰传递负币演习 这次海警还出动了六个舰艇编队 包括海警目前最大吨位的万吨舰 2901号 军事专家傅珍来说 演习新闻稿发出的时间在凌晨 这意味着解放军在凌晨已经发起军事射压行动 很快完成兵力机动展开布式进逼射压 海军研究院专家郑洪则解读称 此次演习有三个更加 显示解放军随时可以游训转战 第一兵力布式更加立体 舰机从台湾海峡台岛北部 台岛西南和台岛移动台岛移动多个方向 同时抵近台岛 第二行动样式更加丰富 可以说解放军的拳头会越来越硬 选项也会越来越多 第三实战氛围更加浓厚 这次演习夜间急发起的行动 之后迅速进行机动展开布式 说明随时可以游训转战 台湾全面戒备 南部前线导弹车身起发射架 针对中国14日在台湾附近展开新一回合军演 台湾国防部对陆方部对陆方不理性的挑衅行为 表达强烈谴责 并指引一国军经常战备时期 突发状况处置规定太浅世界兵力应对 台国防部称总统麦清德的双十国庆讲话 凸显两岸关系现状 以及维护台海和平稳定与人民扶持的坚定意志 更倡议未来两岸在应对气候变迁与防疫等面向合作 共同追求和平共荣 均为正面与积极的阻扎 中共所谓挑衅姿势完全背离事实 台国防部吹 面对敌情威胁 全体国军官兵严正以待 顶持备战不求战 应战不披战坚强意志 持续增强下组战力 深化官兵爱国信念 以建构可视军事力量及防卫任性 有能力有决心有信心确保国防安全 鉴于局势的敏感性 一位匿名台湾高级安全官员在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说 认为中国正在进行封锁台湾档口和国际航道 以及击退外国军队的演练 事实上 这次赖清德发表双十演说前 路透社曾引述台湾官员说法报导 台湾官方收集的情报显示 无论赖清德在国庆演说中的内容为何 中方都可能在台湾周边举行联合力舰传递4B军演 另外路透社查阅了一份台湾内部安全备忘录 内容显示台湾政府认为 北京有可能把演习归咎于赖清德的演说内容挑衅 备忘录中还指出 中国不断试图刺探各国的红线 最大限度地延伸在灰色地带的行动 值得注意的是台湾自由时报报导 位于台湾南部屏东县的 俄兰比龙潭地区已出现增援的导弹车 原本设在当地的导弹车也升起发射架 据了解恒春半岛位在战略最前线 过去只要有大陆军演或解放军袭扰 都会有大量导弹部队进驻方景区或住房区 14日一早 在最南端的俄兰比区域 原有的住房两部导弹车都升起了导弹架 道路上也出现增援的三辆导弹车 又就名声碟碎 另外 14日清晨5点30分 台湾空军在东部花莲基地的两架A6-V紧急升空 他们挂载着IM-120先进中程导弹 及响尾蛇导弹 巡隔台湾东部及东北部空运 北京为的是台湾 实际剑职美国 解放军针对台湾的军演其实有迹可循 自由亚洲电台引述台湾国防部13日披露 中国辽宁号航空母舰编队当天驶入巴士海峡附近海域 预判可能进入西太平洋活动 台湾军方运用联合情谦争系统及手段 严密掌握相关动态 13日当天 中国军方负责对台作战任务的东部战区 发布一段临危整个带弹的战讯视频 其中弹字被显示为台湾地图 此外 该视频除备解放军海空作战 导弹部队机动和两栖坦克 送风舟强滩登陆等画面外 相关文字还显示东部战区部队 全时带战随时能战等内容 外界注意到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上周曾公开警告中国 台湾的双十演说只是一项例行性活动 中国不应一次作为任何借口采取挑衅行动 此外 方式海峡不仅两侧分布台湾与菲律宾 也是连接南海和太平洋重要通道 而中方上述一连串举动 似乎在传递更为复杂的资讯 对此美国国务卿布林肯11日曾警告中国 不要采取行动回应赖清德的国庆演说 布林肯指出 赖清德的双十演说是常规做法 中国不应该以任何方式将其作为挑衅行动的借口 路透社13日引述情报界 一位不具名消息人士指出 北京并不希望在11月初 美国大选前夕引发台湾危机 因此 有可能仅将对赖清德演说的不满 局限于文字内容 而中方要想宣传对台军演 只要给其例行性军事训练 另取一个名字即可 不过也有专家分析 此次军演为的是台湾 但实际见识的是美国 联合早报引述 台湾前国防部官员卢德韵分析说 由于美国总统当时进入关键时刻 美国才是最不预见到台海 新一波紧张升高的一方 并称此次解放军军演的对象 更针对美国 再来才是台湾 卢德韵在脸书发文分析 目前观察解放军东部战区 发布的演习内容 他认为 有以对海对陆打击 这点令人感到关切 他进一步说 大陆要用什么方式 对海对陆实施打击 这路是指什么地方 台湾本岛或是台澎金马 任何中华民国政府 目前实施管辖的地方 卢德韵在贴文中写道 如果大陆愈加强力道 再要港要预封控这个部分 会不会以海上民兵 还仅船对台湾船只正常航行 进行骚扰 甚至更进一步试图登船临界 也就是所谓隔离 组组织台海周围正常海上交通 能源日常输入 禁出口贸易 升高紧张情势 造成一般民众恐慌 为台军演之际 北京经济胁迫手段并行 事实上 中国不仅以军事行动为台 更服以经济手段胁迫 美国之音报导 中国商务部12日 指责台湾未能采取实际措施 取消对中国的贸易限制 因此向台湾发出警告 中国将根据其对台湾贸易壁垒调查结论 采取进一步的贸易行动 中州民生理线 中国商务部12日 以答计诊问的方式发表声明 至自从该部去年12月中旬 发布台湾地区对大陆贸易限制措施 进行贸易壁垒调查最终结论的公告以来 民进党当局 未采取任何实际措施 取消对大陆的贸易限制 中国商务部的声明已发表 被经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也随即发表声明 对中国商务部的相关声明表示强烈支持 豆畅明顺底次 定强调造成这一局面 责任完全在台湾方面 直接原因是 民进党当局自调查启动以来 未就取消对大陆贸易限制 采取任何改进措施 根本原因是 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立场 据部承认九二共识 破坏两岸协商的政治基础 报导指出 中国商务部去年12月15日发布公告 宣布对台贸易壁垒调查结束 公告声称 台湾截至2023年11月底 共对大陆2509项产品禁止进口 从而认定台湾对大陆实施贸易限制措施 构成贸易壁垒 针对中国商务部的最新声明 和国台办的最新表态 台湾行政院大陆委员会12日回应说 台湾对大陆方面的经济胁迫 表示遗憾与抗议 同时安抚台湾企业与民众 政府通过沙坛推演以预做准备 以确保风险可管 损害可控 部委会的声明中指出 北京当局的说法 坐实了其对台一连串经贸施压措施 是将经贸当成政治武器 胁迫台湾区从其政治主张 完全无助于解决问题 道成民生底线并强调造成了两岸企业及人民的损失 以及对两岸和平发展的影响 责任完全在于入方 若委会呼吁北京当局尊重中华民国存在的客观事实 定藏着一客观事实出发 务实处理两岸经贸等方面的分歧 只有这样 两岸才有进行良性互动与建设性对话的可能 反之 经济胁迫只会引发台湾人民的反感 使两岸距离越来越远 李强结束访越行程 转往巴基斯坦访问 周周明胜底线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13日在河内与越南总理范明正 进行了重要会晤 两国领导人在会谈中不仅注重加强双边合作 还特别讨论了南海的主权争议问题 以其降低局域紧张局势 中国与越南的关系历来复杂而多变 尽管两国是彼此最大的交易伙伴 在应用观众民生 度助民生底形容双方的友好关系 但历史上的边界战争 以及当前在南海的领土争端 都为两国关系蒙上阴影 美国之音报导 在此次会面前不久 越南方面指控中国还仅在 帕拉塞尔群岛附近对越南渔民使用暴力 抢夺鱼货和捕鱼设备 这一事件无疑为两国即将展开的会谈 增添了紧张的范围 根据法新社的报导 范明正与李强在会谈中坦诚地交换了意见 显示出双方在海事问题上的分歧思深 但仍愿意通过对话解决 越南政府新闻网在报导这次会谈时指出 两国领导人承诺要充分管控分歧 避免采取可能使局势复杂化的行动 共同维护海上稳定 李强在会谈中呼吁双方要增加互息 妥善处理分歧并扩大合作 新华通讯社则强调了中方愿于越南保持高层沟通 增强团结合作举新的态度 与此同时 越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苏林也与李强进行的会晤 对中国在越南的大规模投资表示欢迎 称此举将为两国人民带来切实利益 越通社报导 这次会见中双方也就维护南海和平 稳定的重要性达成了共识 并表示将在国际法的基础上提升合作关系 苏林特别强调了高层共识的落实 要求各级部门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 以管控和解决分歧 美联社的报道补充道 尽管南海问题是两国关系中的巨大障碍 李强与范明正在会谈中 轮助越南的发展项目 达成了一些实质性的合作协定 中国同意协助越南发展 跨境铁路并承诺经营铁路 并承诺进一步开放市场 让更多越南高品质水谷 海产等产品进入中国市场 李强还参观了中越双方签署的一系列合作协定 这些协定涉及互联互通 农产品、海关、金融人力资源、媒体教育等领域 另外德国之声报导 中国总理李强将于14日开始访问巴基斯坦 并将出席15日至16日 在伊斯兰马拉德召开的上海合作组织峰会 巴基斯坦比路之省新闻部长塔拉表示 李强访问巴基斯坦期间 可能将会出席一个中资机场项目的路程典礼 今年8月分离主义武装分子发动一系列袭击行动后 出于安全考虑 耗资2亿美元的瓜达尔国际机场推迟了投入运营的时间 比路之分裂主义势力一直在为争取地区独立而开展武装斗争 针对巴基斯坦政府、军队以及中国利益的袭击行动也时有发生 分裂势力要求分享比路之蕴藏丰富的矿产资源 上周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表示 塔拉奇机场附近发生的一起袭击行动中 有两名中国公民丧生 分裂主义武装团或比路之解放军 宣称对此次袭击事件负责 并表示他们此次袭击行动 是以包括工程人员在内的中国公民为目标的 周周民生、公众民生都是 中方将同巴基斯坦开展合作 共同保障巴基斯坦境内中资项目、中资机构及其员工的安全 除分裂主义势力之外 比路之省的极端迷装也重新开始活跃 2022年极端伊斯兰武装宣布退出同政府达成的停火协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推荐给您的亲友 请您点击节目内容剪辑里的PayPal链接支持我们 文字SDF